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眼腹靈能預防視力衰退 改善非蚊症 修補視覺細胞 降低手機藍光對眼睛的傷害 產品查詢熱線 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健康四小寶 可以令環靜細胞自滅 阻止擴散 抑制環症基因活化 和預防病變 產品查詢熱線 5537-9521 好,來到第二節了 第一節說了美俄衝突 第二節也是另一個美俄衝突 上天下海 這次是上天 早一點 早一兩天 就是美國第六艦隊 美國有幾個艦隊 美國第六艦隊主力會在地中海 這個艦隊和第五艦隊 基本上有時會輪著 第五艦隊有時會過引渡洋 第六艦隊就在地中海 大家知道第七艦隊和第三 就是在西岸 西太平洋那邊 他們說要重整 第一和第二艦隊 要重整 重整後就會過去北約那邊 說回第六艦隊 就是一部P-8A 大家知道P-8A是海神 海神巡航機 這個P-8應該是現在 全地球最強勁的反潛 即是737 737-88 和MAX那個是怎樣 MAX前一代 可能自己用MAX吧 他們應該死都不用了 死都不用了 這個P-8A P-8A其實是相當好用的 因為上面是電子儀器最新 以及我們也和大家說過的浮標 P-8A是現時最強的 它也裝了很多武器系統 反潛的飛彈也很厲害 這個海上巡航機 在地中海國際海域飛行 3小時之內 被蘇35攔置了3次 我想說是很多 通常都是附近叛飛 但是今次有危險動作 但是沒有說 危險動作是什麼呢? 大家猜猜 通常都是翻滾筒的 那些複翼飛行的 或者是你旁邊開AB 旁邊開AB 這麼陰濕 擺來玩氣流 很陰濕 整個機器 嘩不如在旁邊爆炸 是的 如果你突然有個陰爆 好像是否有 講開呢 早幾個月 我們有個Discuss Group Discussion Group 我們最近設置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首先你要留言 訊息我們軍武器營的Facebook專業 Facebook專業 Alex會幫你的 加到群組 最近也加了十幾二十個朋友 很多人 很熱鬧 為何我發覺好像沒有時差 沒有時差 任何時候都會說這個 因為有很多外國網友 我們網友真的沒有時差 老實說 我真的會不到 Alex會好一點 勤力一點 我會不先 但我想說 大家如果在群組 我記得有個網友 討論過一個問題 他叫做音爆 音障 我回答了他 音障大概進入了800多 每個小時 有機會出現 不同高度 音爆的速度是不同的 空氣密度 而且在海上和陸上都是不同的 因為濕度問題 空氣密度也有問題 空氣密度就是濕度 濕度會影響空氣密度 我回應了一段影片 我回應了一段影片 我再說了一點 因為歐洲、法國和英國 不是弄了一架和鞋式 那個和鞋式當然退役 美國當時也想過弄和鞋式 這些超音速兩倍的民航機 其實他不是技術上做不到 他也不是沒有錢 他現在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這架飛機 是不能夠在美國境內 橫跨飛過 這麼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這架飛機 是會直接造成音爆 音爆是怎樣? 音爆不是爆一下 你爆一倍音速 就爆一下而已 1.2、1.4、1.5 爆到幾下 大城市是接受不到 所以這架是取消了 波音是不做超音速的客機 因為這架是不可以在國內飛行的 東岸去西岸是不行的 你要跨海域飛行 跨海域的 你要去法國和英國 但市場不夠大 他是想做內陸機的市場 但是不可以 因為音爆問題 他不會拿到訊息 所以他決定不做 這是其中一個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 玩音像 玩音爆 對於這些P8的機器就很傷 是很傷的 即是突然砍到手套彈 在你旁邊爆炸 嚇死你了 好像搞到他沒什麼心機飛 所以機師都很可憐 大家都想到俄羅斯挑釁你可以有很多方法 其中一個方法是 就是經常飛過來 露一下他的機覆給你看 上面有四顆飛彈 四顆飛彈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什麼 R-77 R-73 R-27 那類的東西 所以會嚇他 所以美國的第六艦隊 也有發聲明 他們說被人蘇35 而且蘇35是當今俄羅斯最先進電機 最先進的側系列 其中有第二次飛行 就叫做不安全飛行 不安全飛行的意思是 即是距離很近 甚至乎在機器上翻滾 這些是很危險的動作 因為你不小心變成 以前中國的機師王位 1825 碰一碰就 就玩完了 隨時一部分 可能不知道哪個翼 再踩到機尖 那就出事了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戰機機翼的翼尖 可以戒穿對面的旅版 不要想這些 戒穿了你自己也會斷 是的 自己比他還薄 所以千萬不要想這些 噴射機很脆弱 你不要以為是很大 你有一部分 脫掉的話 努力氣流應該很大 很大 因為你飛很快 戰機也很脆弱 大家不要以為是戰機 都是旅版 旅版 當然 第六艦隊都說 俄羅斯戰機 國際空域飛行 其實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這樣挑釁它 就不行 行為上是不可以這樣做 當然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之前俄羅斯 都派了一些 陶九十五 去阿拉斯加玩 那隻Bear 你過來玩 我當然要出F22 招呼你 很可憐 不對稱 我美國堂堂大國 我逼要出我最厲害的F22 來接你招呼你 最老人家 對 然後這邊你出P8 他就找蘇35 大哥 是40年代末的設計 和B52同輩 差不多 但B52 upgrade了多少次 對 你還要羅船長 蘇35 其實也是叫他們那邊 最好的武器招呼 可以出陶160 但陶160的成本太貴 不會 你不會找軍閘機招呼他 而且他又不敢找蘇357 蘇357只有兩架 四架 兩架原型機 兩架兩產機 兩架可以飛 不是 四架都可以飛 但我見他出了兩架 沒錯 因為他只有兩架原型機 兩架兩產機 Prototype不動 Prototype 是模型 也可以轉成兩產機 全部統一了 我感覺有點像模型 另外一架 我們經常都爭論 就是F-15EX 其實是否真的 未來會威脅F-35 我覺得不會 我們講過幾個論點 今天要認證一下 之前美國空軍 要求採購波音 最新型的F-15EX戰機 大家知道F-15EX是甚麼 不算是這麼厲害 是否只是買 我們輕微講一下 又是那句 你講起 我們終於有一節 其中一節 是超過五千秒 應該是史上新高 我印象中 很少可以兩天超過五千秒 很少 真的很少 即是慢慢儲到五千 也有很多 也有 兩天到五千 就很少 兩天的事 OK 首先多謝各位 另外 應該有些新網友 所以我們也要講一下F-15EX 大家傳統F-15都知道 F-15是傳統動力 又不是Fly-by-wire 即是人手操控 mechanic 叫做同步機鬥力 因為一個按鈕 是有幾條線拉著的 你想想 有幾條按鈕 有幾條線拉著的 可能有幾千條線拉著的 但Fly-by-wire 就是用電子和電動設計 用力是要計算的 你用那麼多力 也不代表要飛那麼多 它是要計算合理的形式 它會和你adjust 即是調校的 會引性很多 就不會說你暈了 手一推的桿 不斷向下墜 不會的 它會發覺不合理 所以F-16之後 開始用Fly-by-wire的設計 最明顯的設計 就是放在右手邊 就是放在以前兩隻腳之間的位置 因為已經沒有了槓桿的需要 因為真的需要放在中間 以前真的需要兩隻手掌握 有些位置 兩隻手抖力 以前你的飛機飛得越快 你要越大力按下去 因為耐力受力越大 速度越快 所以你現在一定放的 現在的機器是好很多的 但我們說回F-15X F-15X就是Fly-by-wire 然後武器系統的掛架會增加了 現在可以揹22飛 有人說傳說揹24飛 但我們先當是22飛 我也知道掛架配搭不同 有些配搭不同 但你可以掛22支的AIM 120 四部可以差不多100支 四部100支 是滅國神器 基本上你四架的F-15X 要對面出100架29K 人家還有多少架回去了 那時候說遠一點 F-15XX打波斯灣戰爭 四架做編隊 每一架是8飛 四長四短 你知道這叫什麼名字 叫F-15長 長 一棟長一長 是沒有可能過到他的 那時候 雷達又厲害 飛彈又多 又夠遠 基本上沒有 四部連買的雷達也挺厲害 基本上是一棟長 是 打不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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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F-15X現在是強了很多 任務電腦會強了很多 首先 還有武器裝載全部強了 聽說是有少許隱形的 聽說 加少塗料 少許 還有應該後面的引擎 經過少許設計 但是現在聽說F-15X說得這麼厲害 那多少錢呢 就大概1億美金一架 差不多 M30差不多 但是F-35A現在有機會 好像聽說又訂 會將押價押到低於8千萬 所以現在最慘的是 Locky Martin 就准了F-35 心想你這一波音跟我鬥 當然他們現在 一班國會大爺 大家知道 就會批預算 現在有6飛 然後引擎又加大馬力 4飛變6飛 引擎19噸出力 應該接下來會變22 甚至23 油光本身又大 其實你有沒有想到F-35 油光和重型機 沒有分別的 是挺厲害的 尤其是C A都差不多8噸油 A都大 B少一點 C是差不多10噸油 是等於大型 重型戰鬥機 重型戰鬥機的載油量 因為Fusage 你的機翼大了 機翼大了 Fusage 會放多了 所以現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聽說好像不批F-35 可能的 他們說F-35這麼好 為何要F-15 F-35 就是你的缺口位已經被F-15填補了 由4飛變6飛 引擎出力大了 又飛得快了 還可以裝野獸模式 裝野獸模式 所以基本上已經填補了空缺 如果你說我要它的掛架 因為F-35是可以有11個掛架的 如果我們裝科合掛架 就可以變成22飛 野獸模式 野獸模式可以裝22飛 所以 其實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但是它很隱形 也有選擇 還有可以內倉 所以是很恐怖的 現在聽說美國空軍 要用10億美金買8架 然後過去的大學說不行 不如這樣買兩架 嘩 真的要買兩架 波音丟掉了 搞不太多東西買兩架 對 就說買兩架 因為他們原本說要買多少架 波音說應該要入標入144架 大家可以計算到數 如果144架 大概就賺到200億左右 如果根據這個計劃 那200億美金也很便宜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 好像國會班大爺不喜歡 因為國會班大爺 我想很簡單 你比較兩架戰機 有些東西我有你沒有 F-35有就我隱形 我隱形 你不隱形 第二個問題就是 F-35可以貫通所有戰機 你行不行 不行 另外F-35的好處就是 機師基本上不用牽涉到戰場 他自費而已 F-35不是 是上前才打 所以這個感覺就是 F-35是個諸葛梁 他自費 F-35就是魏妍 就擺明他打 如果現在是大爺 你選擇 你可以請個諸葛梁回來 就請魏妍回來 大家都明白 但是最慘的是價錢 原來現在不是更便宜 因為F-35未來低於8千萬 所以就很麻煩 因為產量越多 如果我們現在開兩條新加線 如果我們開四條 八條 那就一定更便宜 是 但是波音那邊 又推薦 為何你要用F-12X 因為它的維護成本便宜 我大概是一萬多元 你那個是三萬五元 你少數拍牆計 理論上 我維護會便宜 以及隱形的塗料 有麻煩的 維護會比較麻煩 我們很粗 沒有所謂 你放在這裏便可以用 而且最大優勢 所有會摘F-15的機師 不用特別訓練 馬上會用 你現在又要訓練200個小時 才可以轉 不用搞那麼多 由世界空間迷失 因為沒那麼先進 你都是拿回傳統機 就不用拿高達 應該容易控制 所以各有各說 但是我們說過 其實最大的變數 就是國防部長 這一代 代國防部長 那個人 還有一年可以坐 特朗普 如果他這次做不到總統 這個人就要走 我相信 如果民主黨上 又會有第二個 國防部長 我覺得是有彭斯上 彭斯上 因為彭斯之前說過 他會選 他會選 他不夠特朗普選 特朗普不玩 他就去選 我覺得特朗普不會選 看看有沒有神秘力量 因為特朗普覺得自己玩夠 我覺得美國人沒有玩夠的 玩死就沒有玩夠的 等到他玩死就 玩死某人 玩死就一定死定了 這部分 接著我們要說美國福特號 美國福特號 這件事頗嚴重 說到賣尾 大家知道 他接下來有新的 叫做金賴迪 但原來他們現在說 這一身型的福特級項目 似乎上不了F35 為什麼呢? 就不是說上不了 還未上賭 還未上賭 那會議員說 這樣不是很難令人接受 如果在美國那邊 叫做海軍研究協會新聞 那邊有個網報道 眾議院又是這個 軍事委員會 即是我們講的大爺 他們說 為何到2020會計年度 看看為何還未上賭 F35C 他們有一個問題 如果金賴迪號 2021年未下水 應該 如果他還部署不到M35C 就很麻煩 所以上次 川普就說 你這些主張 用電池彈死 是不是叛國者 其實他們是否同一個口徑 可能也有一點壓力 給他壓力 給他壓力 海軍那邊 究竟你想怎樣 現在變成福特級 是一個大花童 現在大花童就是 我隨時要錢 我隨時拿 但是美國政府覺得 我沒有可能 無限金錢給你玩 超支再超支 超時 超時 超時那一刻 是最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即是超級航母 但沒有超級戰機 好像有些 就是航空母艦 裡面是空的 上面沒有東西 其實有幾奇 你見家學號也是 上面有沒有F30 沒有 保住 所以都會有這種情況 好像他們這樣說 他們有一個採抗部長 或者助理部長 都承認了福特號 有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他的電池嗎 電池有問題嗎 之前他說的電池 不是升戰機的電池 是升武器的電池 是兩部電池 大概在航母艦的前一點 就是中間位置 可以航母艦的右邊 那個位置升降機 就是那些 你見到穿紅色衣服的人 在上面移動的 就擺這個 就像廚房一樣 樓下廚房上面 是坐客那些 有升降機 按鈕上去 舊跟釘有些 他很過癮 十一部 只有兩部可以移動 所以就說 這樣就裝不到東西 十一部只有兩部 沒問題 所以不能移動 現在不能移動 就是這些位置 但是我想說 這些武器升降機 應該都叫做小東西 但是就卡住你 都很麻煩 這些小問題 我覺得不知道 還有多少少東西 你太新了 但是很新 我想做現在的回收系統 我聽到都還未完成 其實回收系統 是最高 因為需要一些時間去測試 但石面一定有問題 收不回石問題 所以這個是比較重要 不要緊 要先在尼米斯級用語 也不會影響他戰鬥力 好 要滅角也可以滅角 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